伴隨著柱女座的新月 農曆百月 上星或太陽雙子座 自身正體運勢 會如何 啊 雪來慘愧啊 這個星運呢 我相信是今期最短的 亦都是我歷年做這麼久的星運以來最短 因為那個訊息實在太過簡單 並不是因為我懶惰 畢竟你看看上一個 你們上一個出的天蠍座 也差不多15-16分多 當然也不是因為我做完他們上過 就很累 然後懶惰你們 但是因為你們這個訊息 就真的非常之 只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希望你們會去感受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有些東西是Quality over quantity 有些東西是精簡 但是它的力量會更加大 當然 其實我講的任何星運 那些東西的力量都是很大 還有那個訊息 也是很一此中的 但是你們這裡真的只有一個小粒的小粒可以給我一此中的 就是說什麼呢 這個農曆百月呢 是一個你們去改變 去轉 轉變自己性格 去改善 改善自己性格的一個很好的契機 會給到你們 OK 那是什麼呢 我們經常都說 雙之座是代表她的嘴 又或者他們的腦子 腦子和嘴是很有關聯的 因為你們經常有很多事情想 奇思妙想 對很多事情都很好奇 對啦 還有嘴巴都不太管 就算你們不是很好奇 但是經常會去說別人的東西 其實好奇和說別人的東西 都是可以很融合的 因為你去八卦別人的東西 你就會去聽 然後又去散播 OK 那任何這些東西 又或者很好奇 然後經常會去發文 OK 但是這些東西呢 過猶不及 如果太多的話 就會變成你們是 叫做搬弄是非 或者把口不懂得收 不停 或者經常說一些東西 得罪了人都不知道 經常說一些很無謂的東西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以前 蘇格拉大 古希臘的哲學家 他說 說話 言語溝通 其實你要經過三個篩 即是三個 漏斗 不是漏斗 即是那些 格 即是你去兜麵粉那些 做蛋糕 你都要拿東西在那裡 篩篩篩篩 中文是叫什麼呢 不是 都是叫做篩篩 但是我怕你們想了另一個篩篩 OK 那他就說什麼呢 首先你說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第二樣 這件事是不是有用的 好像是 啊 我忘記了 你們找一下 你們上網打 Google Socrates 3 Sivs Socrates S-O-O-C-R-A-T-E-S 我記得首先說第一個是不是真話 第二個篩篩是什麼呢 好像說這件事是不是有意義 我忘記了 第三個就是這件事是不是好的 即是你說出來這些是不是真話 還有有沒有用 即是好不好 第二個我不是很清楚 你自己看吧 OK 那如果經不過三個篩篩 那有時你們的事情不如不要說 還有有時發問 你不要以為 因為有些人會說 哎呀 其實我們人類會進步 因為我們懂得發問 但這個世界上問的事情 其實是有蠢問題 還有聰明問題之分 還有這個世界上 我們現在已經有 網絡的科技 所以有些事情 你不要那麼快 什麼都去問人 其實你會造成別人的困擾 你自己可以去Google 所以有一句說話就是 在現今這個資訊世代 Ignorance is a choice OK 愚笨是一個選擇 是你自己選擇去愚笨 因為你不選擇自己去發掘知識 然後你自己選擇在那裡 就是道正途說 或者什麼都不想 所以其實如果你笨的話 你要怪自己 因為很多工具已經放在你面前 即是Google 或者WhatsApp 問身邊的新聞職友 甚至 好啦我當你不要什麼都相信Google 那你 即是看Wiki 甚至你不相信Wiki的話 那你去圖書館 那你去圖書館 買電子書 上網上圖書館 找那些書的目錄 OK Anyways 還有有一首詩 什麼 賢者問得妙 是不是 就是 愚者問得笨 什麼 賜者問得妙 什麼 人定性天高 指在每時問 我不知道你們以前有沒有聽過這首打游 類似打游詩 叫做每時問 是的 他裡面都說 是啊 我們人是最後會 人定性天 因為我們指在每時問 但是 賜者 或者賢者 什麼都好 他就問得妙 有時候賢人什麼差都在問 就是自己不會 想一下 什麼東西都馬上出來 就在問人 就是你這樣會阻礙別人很多時間 我亦都分享一個經驗 其實不經不覺 我這個新聞都講得很長 都叫做對得你們 我忽然之間想起 一樣的 自己過來的經驗 是什麼呢 話說 就是在我以前回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畢業初出馬路 我一開始做銀行 銀行是一個壓力非常大的職業 為什麼呢 因為不能錯 一錯了 你搞錯銀碼 你真的會累到公司 是很慘的 就是你不是說 一些普普通通的公司 一些小民元 錯了你就自己吃掉 或者你 我不是貶低任何行業 但是可能CS的話 你最多就被客人托你 去罵一罵 但是銀行 你真的牽涉背後的金額 那些東西實在太大了 那些東西 所以我是很害怕的 OK 然後我很記得 其實在我上班之前 我都問過我姐姐 我純粹問 我說 人生第一份工作 就做銀行 就是有沒有一些 就是有沒有一些 可以提點一下我呢 那她就說 阿可以進進 他就說 有時候做的 不要太過急 還有雖然你知道 當然做銀行 很多東西你要清晰 要問 但是不要問得太過火 OK 有些東西都要自己消化了 因為 當然 你很多東西走去問人 老實會覺得你尊重他 你跟規矩 但是你什麼東西都問 如果你真的什麼東西都問 你自己不去找一下 那你老實或者同事會覺得 你很煩 你很蠢 那我姐姐 當初的提點 其實令我終身受用 所以我是 我覺得有時候 這個世界上真的是 有些什麼東西 其實你是可以先嘗試自己去解決 那就不需要什麼都找人 又可能 始終這個最後是會關乎 我日射手的那個性格 因為我們日射手 射手座 是由木星去掌管 我們是說一個叫做 self sufficient 我們是自給自足 很多東西不需要去找人 反而很多人去找我們 我們會去幫 OK 好啦 終於說到正題 我想說什麼呢 究竟 忽然之間 發覺自己真的很厲害 吹吹吹吹吹吹 吹了一百分鐘出來 本身還以為很簡單 可以 還跟你們 殺定了 唉呀很短 今期這個星雲 唉 所以 唉呀 唉呀 大家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我的 我的盤裏面 都有一些 significance的相似因素 可能這件事 就是 令到我 為何那個吹吹能力那麼高 還有 我跟你們相似 都有一些 朋友的 因為在我的盤裏面 都的確是有相似因素 好啦 唉呀快點言歸正傳 不要那麼多廢話 我想說的是 你們今個 龍力八月 可以改自己的性格 就是 有很多東西是可以收起來 自己去接近 先 自己吃了 先 自己心思熟慮 先 就不是什麼東西都 爆出來給人 是啦 那 是啦 因為 這件事其實是可以 和你減少很多的衝突 OK 那 還有 就不會製造到那麼多是非 在你那個人群圈子那裡 還有這件事呢 尤其是 不是說你無端端 就是變就變的 OK 當然你也可以的 但是如果根據今期這個星象呢 可能是忽然之間出現了一些人物 OK 然後他去教你這個的智慧 可能有一些智慧老人在你身邊出現了 就去提點你 指點你 就是叫你以後說話 就是言多必實 OK 可能有一些這樣的貴人出現啦 又或者你去上一些課程 例如什麼呢 就是你說有什麼課程可以教我這些東西呢 其實是有的 在 佛教裡頭 大家都聽過 禪 是不是 收那些禪 然後有一種禪 是叫做不與禪 就是不說話的禪 這樣東西都是訓練你去靜心的 可能也有這樣的課程去冒氣 你去參與 或者一些靜修 零修我打了的課程 一些機會給你去嘗試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令你去改善自己的性格 或者不要說改善自己的性格 但是 性格方面的缺陷 因為始終有時候你肯說話 你肯去發問是一件好事 但是過猶不及 所以是改善了那個毛病 我應該這樣說 等我到最後 亦都 給予一個小資訊 還是大一個底 我不知道 那就比較相關的 因為 如果你們在問 我今期只有一項資訊 OK 是啊 你們只有一項資訊 那那個詳情 為什麼你會只有一項資訊 還有為什麼我不再說其他東西 那你不妨可以去聽 天蠍座的星雲的尾段 我不知道未到什麼時候 可能你由最後三分鐘開始聽 OK 裡面會有一點解釋 OK 各位再見 再見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星雲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EV, 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 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尖亂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尖博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我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根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 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 calendar month 而我都常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運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 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